走在路上你有没有注意过街灯的位置呢 欧洲的街道都有很漂亮的街灯 那台湾呢 周恋是华人世界的照明设计大师 美国自由女神像 还有马来西亚的双子星大楼等等 灯光设计都是她 她最近化身光侦探 带我们游台北 她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街灯的照明设计 到底是为了往来车辆 还是为了行人呢 而城市夜晚中的光 要如何安抚浮躁灶的社会呢 我们跟她一起去当光侦探吧 我们走这个方向 你看地下亮不亮 还是很亮嘛 地下还是很亮 她可能会改变 可能不会改变 她这个改也好不改也好 这个都化水天足了 她没什么作用 走在台北的中山北路上 仔细观察 马上指出照明设计的优缺点 为我们带路的是 享誉国际的照明设计大师周炼 不是单用盐来讲 是用咸来讲 可能更好一点 咸不一定要从盐来 就是说你的 我们所体会到的光 不一定要从一个层次的光 有很多不同的光源 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它的目的都是会产生有咸味 而且是为了经过咸味 把菜好搞好吃 只是咸的方法不一样 品质不一样 周炼 美国最大建筑照明设计公司的总裁 年近70岁 对光再熟悉不过 他的作品包括 美国自由女神像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马来西亚双峰塔 北京颐和园等等 作为城市夜晚的点灯人 周炼为我们带路 穿梭巷弄 走在小公园 解开照明设计的秘密 我们现在往这个方向走 我们平常一边讲话 离这个灯很近嘛 很亮嘛 我们这样走 我们走这个方向 你看地下亮不亮 还是很亮嘛 地下还是很亮 你在看我的脸亮不亮 我的脸暗的 对不对 地下亮不亮 亮嘛 你说地下够不够亮 够亮 脸够不够亮 脸不够亮 那是为什么 照明系统的关系 这整个照明系统 不是为了行人而谈的 这个例子大概最清楚 我们都忽略的 他注意到了 周炼抛出一个问题 街灯的照明设计 是为人还是为车呢 路面亮度非常够 来往的车辆看得清楚 但是人的面貌 却是模糊的 用手遮住过亮的街灯 我们反而能看到更多的光 较高的建筑物打灯 也比较明显 温柔的灯光 才能安抚浮灶的城市 我们并不是要平静亮 就是把它这种差异 搞好一点 这好像会影响到什么 你知道吗 影响到我们心里面的 繁杂程度 会不会受环境的干扰 假设我们这个东西 很柔性的干扰 我们心态比较平静 周炼累积多年经验 曾参与多项国际高楼的 灯光设计 2013年 他为台南三级古籍风神庙 亲自打灯装点 他独特的剪光美学 将多余的灯关掉 让古籍有了新生命 以台南来说的话 我们重新找回 人们跟社区的关系 它经过的第三个角度 是一个庙 因为庙本来的存在 就是为我们 生活而存在的 它不是为神明而存在的 是为我们跟神明之间的 一个沟通而存在 那这个里面的说 用一个光跟一个药的体材 把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重新安排到 不单是探手机来对话 退休后 折炼坦炎更自由了 似乎从过去忙碌的工作中放慢脚步 回到他与光最和谐的时刻 就是说我自从不需要每天到公司去上班之后 我觉得我的思考比较单纯 我认为如果是光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是比较单纯的时候 我们就会体会到比较深的层次 周连带我们漫步台北 从我们习以为常 但其实有很大学问的路灯开始说起 体验人 光 还有环境的绝美互动 好 中文字幕——YK